中文字幕——YK 早在去年自由党竞选期间就曾经承诺 将之前有关男性同性恋人士 在献血之前的五年内 不可以有性接触的规定彻底取消 联邦医疗部长表示 这一承诺将会在未来得到实现 自由党将之前的限制 归结为对男性同性恋的歧视 尽管自由党政府如此肯定地表示 此前关于献血的硬性规定 势必会被取消 但是来自于迈吉尔大学 艾滋病研究中心的专家 Mark Winberg因生表示 一年的限制期限远远不够 另外加拿大血库发言人也表示 将会考虑开展对同性恋人士的行为测试 自从2013年以来 加拿大就制定了男同性恋者 在献血前五年内 不可以任何性接触的运行规定 而在2013年之前 因为上世纪80年代艾滋病大爆发 加拿大有着长达30年的 杜绝同性恋者献血的规定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